歡迎各位網友收看廣傳媒頻道 來到2024年6月12日 金融圈給民學聯網和大家主持節目 我們嘉賓還是Mr.T 和Mr.T打個招呼 Mr.T 你好 老總 你好 我們這次做節目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在找哥華 我現在是旅途中 是的 你在旅途中在轉機的時候 就繼續和我們預錄一個節目 都是早幾個小時預錄的 都是很感謝你 在旅途之中都不忘為我們讀者 繼續送上節目 我們這個星期的節目 都是你來得很及時的 都是需要這個星期說的 就是在中國吉林發生 有四個美國人在公園被刺傷 那件事 你坐飛機都應該有所聞 這件事都引起一個外交風波 四個在吉林的 其實都是美國教師來的 教電腦 教語文 和吉林省的北華大學合作 來自愛河華州 愛河華州的一個叫做 Cornell College 不過跟 Cornell U是沒有關係的 合作的過程 我們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那名字叫做 Cornell U 我聽他 我聽他講說 Cornell College 我就已經知道 可能那些大陸佬 一聽到 Cornell 就已經很開心 說是 Cornell 有關 就是康朗爾大學 其實是兩回事 就是他們很喜歡這些 盲目地崇尚名態 是 當然啦 你在香港和這些大陸佬 打交道得多 就知道他們的口味鼻聲 這壇事就是四個美國人被刺傷 他們其實就無緣無故 是有中國的一個陪伴 帶他們去那裡 叫做吉林的北山公園 就叫做遊覽 突然間就有一個55歲的姓崔的男士 就把他們刺傷 警方就說 他們在路上吐著碰撞 不知誰撞誰 然後就發生這樣的事件 中國外交部就說 這個是一個吐發事件 所以想淡化他 但是Mr.T走公園 拿著大刀 他們不是一些彈公刀 不是一些小刀 是大刀 可以刺到人家的手臂 刺到人家的肚子 那你去行公園 會不會帶著北大刀去行公園 老總 其實這件事 大陸佬是想低調處理 但是你想真點 會不會疑點重重呢 他撞下四件 美國佬你看回圖片 那四個都不是 是小的 就是比我還要大 比我還要大 難道他做了五分二的熱門 他一個人熱門 一個打十個 他一個斬四個 是吧 那我想以美國佬的性格 如果你斬他 他不會不還拖的 是吧 所以我覺得 和你有沒有例子 全部都要被捕受傷 其實我自己在想 會不會不止一個人 不過就是交人 大陸的關鍵就是交人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是吧 除非他放一些 就是那些攝錄鏡頭出來 那就知道了 但他當然不會 但是如果說回這件事 其實真的很離奇 還有真理人是軒然大波的 你都知道 如果你美國佬 你可能低調 他都沒有所謂 你傷了美國人 我不管你是什麼種族 族裔的人 你傷了美國人 他一定不算帳 我們看的都看得多 他可以為救一個人 派對神去海豹突擊隊去救人 我絕對相信這些 不是只做戲 是真有其事 當然現在是未知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件事 你共產黨想低調 我覺得不到你低調 我覺得是有好戲看的 有好戲看就是 吉林的公安部發出的 的警情通報 和外交部的說法 有些不是很吻合的 外交部就說 它是偶發事件 但是吉林警方 就沒有提到偶發事件 只是說偶遇而已 偶遇 但是偶遇 剛才我問過你 是行公園納絕到偶遇 這個偶遇都幾奇特 第二 在最近中共的經濟這麼頑皮 加上去年 特別去年6月開始 我記得 中共在他們的官媒 大肆宣揚反美 仇美 抗美 和美國就是不共戴天之仇 今天宣傳了快要一年了 現在看來都一年了 現在6月了 去年6月到今年6月 宣傳一年就是開花結果了 然後噴出血 這個中共也是叫做 它做出來的一些事情 就是它要吃回力錶的 這件事反映中共很怕影響美國人 它是罵美國人一件事 但是搞出命案呢 又是另一件事 現在這個命案都未至到致命的 但是起碼都血案了 怕影響對外形象 還有最近中共不斷叫外商 我和你都談過了 叫他們回來投資 14億人的市場 不能夠坐視不理的 也都放寬很多國家 包括馬來西亞的遊客簽證 幾乎有落地簽證 你怎麼看呢 這些仇愛排美的思想一旦失控 其實中共自己是觸從上身的 Mr D 你覺不覺得 其實我現在自己看回 這件事正在中自己的回力錶 就是前幾年不斷飛這些錶出去 但是怎知道原來這個回力錶 現在飛回頭 開始打回自己 即使我記得習總這個契弟訪問 你講的時候 和拜登已經大家協議好 增強多些飛機交流 簽證簡化 是啊 是有這樣做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聽說去美國的飛機就爆滿了 但是在美國去大陸的飛機 就沒有人坐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不覺得空矛盾 什麼《山老中》都說 現在美國已經在發這個旅遊警告 即是叫那些美國人去到大陸 要小心 要隨時探訪你 那你這頭又說跟你協議好 那頭又做這些事情 還有前一陣子罵得兮兮兮的 說是查手機的 是吧 是吧 說查手機就馬上撲出來 說沒有這樣的事 喂 你共產黨說話 什麼時候算過數啊 是不是 還有就是 之前我們都提過 有些美國公司 說如果你要在香港 直接在香港 在來 找到大陸所謂出差 你要買清水機 用完就丟 喂 那很多資料 真的隨手拿到的 是不是要 但是現在因為 怕被他們打 怕被人 你覺得 他們這樣就會有用嗎 還有就是 再發生這件這樣的 血案 因為其實看回你網上的圖片 都 怎麼說 如果你不習慣 好像我們這些 沒有所謂的 做壞壞事 如果你不習慣 我想都挺難受的 你看到圖片 就不見到的影像 是啊 見到四個人 我們至少有些畫面 也見到三個人 當中有一個女士的 都挺震撼的 在地下那裡 全身血 有些染到T恤都紅了 然後呢 一掩著腰 跟著還有另一隻手 就拿著電話 因為剛剛有電話打進來 都挺 被人覺得 哇 什麼這樣的事都發生 以為在拍片這樣的場面 當然是一件很悲慘的事 這個愛河華州呢 曾經是習近平1985年 他到訪之地 他這個州和中國關係不錯 當年接待過習近平的 愛河華州的居民 叫做薩拉蘭帝 所以就被中共稱為中國的朋友 就在去年11月 拜習會的時候 習近平在舊金山 還特意約了這對愛河華的一個 接待他 其實85年接待他的 這位老人家 就來到三藩市聚咎 那就是很有一種念舊之情 就這樣跟中共這麼有好的州 所以你才知道 為什麼在這個州裡面的 一個叫做 Cornel College 會跟一個吉林 北東北的吉林 結成一個合作的關係 然後就派美國的 這些叫做教師去教電腦 教英文等等 既然這麼有人情味的州 又跟吉林有這樣的友情 又發生這樣的傷害美國人的血案 這次雙人事故 對中共最近要努力拓展 中美民間的交流 似乎真的是對習近平 真是很不給面 簡直是 堆壞習近平的一個如意扇盤 要統戰美國人 但是你又對美國人這樣 既要又要 Mr.T 這件事是 是不是那些反習的人 有心搞局 還是中共 剛才你說 中一些回歷刁 好像疫情那樣 屈個世界回頭 又害中共那樣呢 我覺得就 首先 這些是 我絕對相信 一些所謂的小粉紅 老粉紅去做的 雖然現在 時態未明朗 因為不然 沒理由這麼突然 所以我又不覺得 是反對他的人做的 只不過現在 現在開始 還會列表 其實有個擔心 就是說 如果 這件事傳了出去 那些小粉紅 要握手稱慶 拍手鼓掌呢 那我就真的希望各位 各位外國人 特別是美國人 不要再去大陸了 為了自身安全 其實 老總你說起吉林 記不記得 我之前 好久之前有一集 我被迫在吉林 吃狗肉 是啊 是啊 他們什麼都做得出來的 殺狗 很平常 我想 是殺人當殺狗 因為常常都說 那些東北佬很兇死 真的怎麼兇死 我不知道 這次這件事 我就真的覺得 是啊 多得習總 過去這麼多年的教誨 小粉紅 現在就是 要看到那些鬼子佬 就不是 崇洋媚愛 是仇洋恨愛 是 就是看到那些鬼子佬還堆壞你 這次可能已經後悔堆壞他們 就斬傷就算了 所以這件事 真是 是啊 好久他們四個人一起行 如果是單拖 就可能真的命都沒有 因為四個人一起行 這個疑空都要應付四個人 其實受傷的有五個人 原來 第五個人就不是美國人來的 是中國的陪同 中共都不好意思說他們受傷 就是說四個美國人受傷 那其中有一個華人來的 或者是來自美國的華人 估計是陪他們的 這次美國國會 白宮 國務院 都對這件事都很關注 國務院都希望這些受傷的四個美國人 就盡快回到美國 就算那個傷口包紮了 都回美國醫治 因為他們都是擔心這些受傷的人的安危 美國國會的兩黨反共議員 會不會這次借題發揮 再通過針對中共的那些加勒議案 來限制對方的 例如經貿 例如軍事科技擴張的野心 這次還不斷政 還不撿到一個這樣的案例 對付中共 那些國會議員已經是 牙癢癢要做事的了 Mr.D 這次似乎有些刺激 新刺激 是啊 因為這次其實聽說 有一個還是其中一個眾議員的兄弟 是啊 再加 那個好像還是典型的反華人士 不是反華是反共 我們不反華 我們反共 沒錯 反共也很厲害 所以會不會借題發揮呢 所以我覺得絕對有這麼可能 絕對有這麼可能 即是我們所謂的 你現在真是被美國人上 那如果我有心做你的 還有現在不要忘記 現在不論共和民主兩黨 你看到他們所做的事都是有共識的 總之針對大陸呢 大家就不會say low的 大家不會say low的 所以這件事呢 我覺得如果他借題發揮呢 他還寫得很嚴重 還有不要忘記了 前一陣子47人案 就說取消他們的簽證 啊 陸總啊 不要忘記了那個 是啊 取消港官的簽證 是啊 陸續有來 肥佬禮那件事怎麼辦 是不是 《蘋果日報》也怎麼辦 還有呢 那47人判了一早 還沒判喔 判了一早 我還未知喔 是不是 還有現在很多那些所謂 就是非常任法官 陸續續雞飛狗走 啊 那這件事一定是影響到 香港那個所謂金融中心的平衡 還有剛才我剛剛查過 是 那個港股呢 已經跌穿萬八了 噢噢 已經跌穿萬八了 其實這個已經預料了 第一它已經沒有錢 第二你糖水滾糖 你鬼子佬不來 你外資不來 你怎麼炒得起上去 是不是 所以這個我一點都不奇怪 我們不停不停都不要說唱衰 不停就是 遇見這個事實 我們不停的開始謠言 是謠言領先的傳言 遇言 是啊 所以 所以你看到如果這件事 就是又派了張牌給美國佬上 是啊 那反過來 現在已經在說 都提過了 不只是美國佬 就算這個歐盟 都說準備要制裁大陸 是吧 那如果這個歐盟 美國制裁它 那你覺得 還有難嗎 還有我也怕的 說制裁大陸 香港會不會央及遲遇呢 我覺得絕對會的 因為現在很多和俄羅斯做貿易 都是警香港 你不要以為美國佬不知道才行 你和我都知道 美國佬怎麼可能不知道 是不是 沒錯 就是中共資助俄羅斯 用一些附低抽身的方法 將一些民用物資 其實就是軍民兩用物資 用民用物資的名義送去俄羅斯 很多都透過香港 香港做了白手套 今天甚至俄羅斯 拿到人民幣 走來香港 對美元 這個已經美國 收了情報了 不斷警告中共 特別今年 今年四五月 美國的財長 和美國國務卿 真的 兩個輪流去北京 是古其如往之洩 就叫習近平 看路啊 腦袖 如果不是啊 後果自負啊 然猶在意 現在又有這個 撤傷美國人的案件 而且這個是一個中美 一個友好合作計劃 那些撤傷者都來自 和中共友好的愛河華州 那中共真的頭頭碰著黑啊 那跟投資者的角度啊 有些什麼 現在香港的投資者 你覺得這件事 雖然說 遠在東北的吉林發生 但是它的蝴蝶效應 很快就拍那個疫 就會影響到香港的經貿 整個市道 以至到整個香港的樓市人心 以至到說不是這次中美外交起風波 很多突發事件會從此而爆發 Mr.D 香港投資者怎麼辦啊 首先老總 我先跟進去 之前耶倫和國務卿佛林肯 就不是去訓斥這個偉光症的中國共產 老闆政兵 是求他們不要制裁美國 搞清楚哪個莊銜才是他的老總 是不是 就因為這樣 所以呢 這個蝴蝶效應呢 我自己看法呢 就一定會影響到香港 還有老總有沒有留意到 最近有些中資銀行 已經停止對俄羅斯的業務的呢 為什麼呢 是啊 知死 知死的 因為怕被制裁嘛 是啊 好了 那如果你們這樣說 我們之前都講過了 現在你香港 透過香港的人 就是做這個所謂的轉口貿易 問一些的羅羅斯 那什麼銀行做的 是不是 是哪些香港銀行做的 那我想現在真的有經手會一點 有的就是沒得分了 如果給我自己看到 所以你說會不會影響到香港呢 我覺得絕對會 還有一件事 美國人會制裁你 反過來 你不要忘記 大陸人什麼時候落閘 生亡呢 不知道 我唯一看到就說 只要那些狗官那些契弟 把這些錢搬走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他就可以隨時落閘了 其實是一樣的 說外資撤走 撤走為什麼不立即制裁他呢 因為他都要給時間 那些企業撤走的 是不是 你不可以今天說 你不是好像當年上海那樣 說走就走 說走就走 就是不用走 是不是 所以要給時間 那我覺得現在大陸也一樣 當那些契弟貪官會來走賺錢呢 那我覺得就是落閘的時候 但是問題是他怎麼走錢 走到什麼時候 你和我都不知道 所以與其是這樣呢 不如我們就真的建議這些網友 可以的話就順便搭護信封車 真的真的要考慮安排 怎樣走就知道了 因為我真的 其實現在接二連三發生這麼多件事 我是很不舒服的 我自己很不舒服的 就是可能你說 你當然啦 你的人在加拿大 但是你當然搶搶了 那你就當我搶搶了 因為我接觸他們那種風格那種態度 那種態度呢 我覺得就是 阿成哥都說 山與肉來 是 這樣的形勢當然都是 惡化之中 真是沒有好消息出過 就是壞消息 就是沒有最壞 只有更壞 這樣的情況之下 剛才你說的 能夠有些資金 就是所謂可調動資金 可以走的都可以 就是要走 要不然呢 中共一禮橫手 一發窮惡呢 香港的納粹人 或者香港市民 真是很容易 真是被人共同富裕了 共同了你 但是富裕了他 共產黨 所以這方面大家都不能夠 不防住自己的資產 會不會有一天呢 被別人 撤走 那些什麼 強積金 什麼財政盈餘 庫房那些 管不了 管得到你自己 何包的錢 Mr.T 我們經常講海外戶口 希望大家都多些 留意一下海外戶口 有興趣 知多些海外戶口 我們會有一些 讀新定用的資料給大家參考 記住 當你作投資決策之前 都是最好諮詢你的 合格 持牌的投資顧問 我們這個是一個 時政節目 並非教人家投資的節目 Mr.T 知道你在趕飛機 那時間差不多 還有沒有其他補充呢 今天 我稍微補充 上一次我們提過 就是說可以開一些 私營人口戶口 我想告訴各位 一般私營人口戶口 依舊相對高的 但是現在我聯絡到一些銀行 最低要求一百萬美金 或者一百萬港幣就可以了 還有想看看大家 開私營人口戶口 就不開普通銀行戶口的 走進去就幫你開的 是不會的 是要有人介紹的 所以如果各位 有這樣的條件的朋友 雖然門檻是高的 但是我們可以幫你找到一些 門檻是最基本要求的 都可以開到 還有之前 我們已經 網友問了我們 搞了一些戶口 那些相對是要求低一些的 所以變成我們可以兩條腿走路 就是有條件的可以有整個戶口 如果是一般的 就可以開另類戶口 但是記住 都是海外戶口 沒錯 就是人暫時不需要到海外 但是開了在 例如新加坡 例如一些海外的城市 的一個 你的戶口 是用你的名義的 就在網上可以處理好 是啊 我們有些 度身訂造的資訊給大家參考 希望大家考慮一下 如果在這個非常時期 有什麼需要 又有些資金可以調動的話 當然你一定要留一些 日常常用的資金在香港 你們暫時還未開香港 之前還需要有些資金要調動的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到這裏差不多了 很多謝Mr.T在轉機那段時間 要和大家做節目 祝你旅途順利 順風順水 下個禮拜節目時間 再和大家見過 更多謝各位網友支持 記得按個like CLS 多謝大家支持 多謝Mr.T 好 拜拜 旅途順風順水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